2022年台北灯节在士林市热闹的灯场 而主灯秀台北40宇宙飞船升空 成为了第一个离开了地球表面的主灯 而另外今年也有14个城市以及国家 来参与友好灯区 而各具特色的城市花灯 是让人一秒就可以产生出未出过感 吉祥物 祥虎驾驶宇宙飞船 在五彩灯光下缓缓升空 成为史上第一个离开地球表面的主灯 2022台北灯节在士林热闹灯场 市长柯文哲亲自参加点灯仪式 而开幕当天没有下雨 出现久违人潮挤爆士林夜市 今年能够举办这个台北灯节 坦白讲还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还要在预防这个疫情 所以也因为要因应这个疫情 所以我们必须线上线下一起处理 那当时就说如果疫情比较严重的话 就要减少线下的人数 不过目前台北的疫情还稳定 所以今天大家才能够快快乐乐的来 参加这个灯节的开幕典礼 除了精彩主灯秀 好友交流灯区也邀请国际14个城市 及国家共同参与 其中新加坡胜入西亚是首次参加台北灯节 每个单位都将各自城市特色融入花灯 民众走到这里 仿佛置身异国的美丽灯光饗宴 我们的友好灯区是历来最多城市参加的 圣路西亚跟新加坡是今年第一次来参加 这一次参加最多的是日本 日本来了八个城市 日本今年共有八个城市参加 包括爱园县的松山城 北海道寒管市的百万夜景 秋田县的干灯季等各式主题花灯 一秒就能产生未出国感 为两年多来因为疫情而无法出国的民众 带来些许的安慰情绪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庆祝了元宵节是拥有北市闻山区最多公园 绿地的闻山区万美里 以及文化局来做合作 举办了新春音乐会 而管弦乐团还有声乐家总共共同演出了多首快智人口的中英文经典名曲 是让现场的观众是如痴如醉 天籁美声浑厚响亮 声乐家唱作俱佳 搭配20人的管弦乐团精彩演奏 传递丰厚情感 不管是桂花像 心甘宝贝 一样的月光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曲 再度让观众传唱回味 语音绕梁不绝于耳 邻居 我们里的邻居 邻居的感情 音乐很棒 包括中文 英文跟流行歌曲 都让人沉醉 其实还没到活动时间 文山区万美里民众就俯老西幼 来到万芳社区捷运站旁的活动会场 工作人员一一喷酒精 扫描QR Code 如果没带证件就要填写资料 彻底落实实验制 在开心享受高品质活动的同时 也保护好自己 我非常期待 因为这个活动 假设在话也是很难得 它是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来这边表演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有一个 高水准的演出 让大家心灵可以稍微洗涤一下 即将曲终人散时 万美里里长邓瑞欣 也跟义工们将刚煮好的红豆汤圆 分送给李明带回家 加滴滴 另外现场也提供Q版老虎造型灯笼给民众 祝福大家圆满如意 也让民众在欢乐气氛当中提前庆祝元宵佳节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报道 台北市政府和寿闲公司来合作 在新一区的四四南村里面来举办了 Light Up南村有光展演 而这也是台湾来首次挑战长期的户外灯光艺术展演 而市长柯文哲呢 是硬邀来出席了开幕式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来认识不一样的新一区 面对新一区四四南村的矮小建设前 灯光在音乐声中慢慢的浮现 投射在老旧专场上 各式光影内容搭配着金曲配乐 呈现出四四南村的浅世金声 首场Light Up南村有光 让亲自出席开幕式的台北市长柯文哲相当的惊艳 这整个这个地区你知道 在这种都市都会区要去做台湾灯会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试验品先做做看 看效果怎么样 我们开始这种 算是对台湾灯会做软身 台北市政府与寿闲公司共同赞助支持的 Light Up南村有光是台湾首次挑战 长期户外灯光艺术演出 以科技 艺术 3D投影和AR的方式呈现 郑村的建筑墙面化为巨型的艺术画布 相当的特别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未来的时空交囊 我们可以希望把台北市带到一个未来 这样子的一个意向 希望这三年内可以有更多的艺术作品 在南村做展现 让南村更加的丰富多元跟美丽 这次的户外灯光艺术计划 从即日起每晚7到9点进行整点投影 每两个月由艺术家接力创作 希望透过民众和网络的力量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软石立刻 幸福的力量 接下来的话 参谱报道 连续举办了第50届的清晨碑 以及继吴文达纪念碑的羽球赛 是预计在4月份来做开打 而今年呢 是特别找来了 冬奥的羽球男双金牌得主 林扬佩的王麒麟 还有李扬 来担任了宣传大使 因为他们从小都是和家人来组队报名参赛 而逐渐培养出了兴趣 才有机会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也因此希望可以透过他们的超高人气 来号召全民一起打羽球 众人按下启动键 宣告第50届世界清晨碑 继吴文达纪念碑羽球锦标赛 正式开打 还早来去年东京奥运羽球男双金牌得主 林扬佩担任宣传大使 号召全民一起组队打羽球 蛮多亲友组啊亲子组啊 然后朋友之间一起去参与的比赛 所以我觉得在一般民众都是一个很盛大的比赛 所以能够代表大使 我觉得是一个很功能的事情 觉得就很有很有意义啦 因为以前我那个国小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参赛过 那时候跟妈妈配 那时候我还站前排 妈妈帮我站后排 结果到现在没想到可以变成大使 所以算是很一个很奇特的感觉 王麒麟和李扬从小就跟着爸妈 一起报名过清晨碑羽球比赛 培养打球兴趣 到一路成为台湾之光 放完年假后 回到国训中心备战 计划从四月羽球全国团体赛 接下来参加市井赛 一路打到九月杭州亚运 全民羽球发展协会 邀请两人推广羽球运动 互分年纪都能享受运动乐趣 我在想他们奥运金牌之后呢 如果可以透过他们的号召来担任这个宣传大使 一定会有更多的球友 或是更多原本没有接触羽球的人 可以一起加入这个打羽球的行列 那可以让台湾的羽球运动更蓬勃发展 连续举办第五十届的清晨碑羽球比赛 以全民运动为号召 算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业余羽球比赛 任何人都能组队报名参加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交流球技 培养更多羽球爱好者 进而为台湾争光 这集抽出明台北报道 假冒检警的诈骗案 案件是时有所闻 但是还是会有民众是受骗上当 就有一名是黑帮背景的 周姓嫌犯是设立了诈骗的机房 来开设了人头账户 还找了车手来帮忙做取款 而组成了一条龙式的诈骗集团 而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有三十多人的受害者 而损失的金额超过了一千万元 大批远警进到屋内 嫌犯在睡梦中惊醒 还来不及反应就被警方压制 以周姓祖嫌为首的犯罪集团 涉嫌假冒检警和网购卖家 以解除分歧为由 要求被害人操作提款机汇款 初步清查已只有三十人受骗上当 损失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指挥成员在群台各地提领账款 那目前清查被害人超过三十人以上 被骗诈骗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有黑道背景的周姓祖嫌 从架设诈骗机房 设立人头账户 到找车手取款 全都一手包办 组成一条龙式的诈骗集团 除了骗取无辜民众血汗钱外 如果旗下车手不听从指挥 还会以棍棒教训 手段相当凶残 查扣毒品咖啡包280包 模拟手枪一支 空气长枪一支 开山刀三把 折叠刀三把 球棒手机 存折 提款卡等张证物 那前案证讯后 依违反诈欺体账防治法 以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移送台湾新北地检组政办 警方从年前大动作扫黑 这次以擒贼先擒王的策略 斩断金流 企图瓦解黑帮势力 维护社会治安 记者邱顺明台北报道 2月14号是新亚的情人节 而为了避免是遇到恐怖情人 台北市警察局的富佑警察队 就特别来制作了宣导短片 就学生最常咨询的情感交往问题 来研究保护自身的安全策略 而立冠也教大家是如何察觉恐怖情人的特征 还有分手时 在物理上以及心理上面的安全做法 来避免自我还有他人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 2月14日西洋情人节 台北市警察局富佑警察队特别制作宣导短片 邀请松山高中辅导老师黄博君参与演出 针对学生最常智商的情感交往问题 共同研究保护自身安全策略 片中原警演出如何察觉恐怖情人特征 还有分手时物理及心理上的安全做法 恐怖情人在交往中较常出现低自尊 暴力倾向缺乏安全感等特征 一旦察觉时建议提早发现 提早离开 如果分手后出现纠缠 威胁要求复合 或更严重的暴力攻击等行为 就该立即报警处理 第一点大概就是所谓的跟踪 他可能跟踪要求要复合 或者是去要挟对方 所以如果你不复合就死给你看 这类的行为 至于被分手的一方 也该学会如何转换悲伤情绪 苦劝当事人遗忘 是无法得到疗愈效果 建议改用血的方式自我宣泄 或是在不干涉他人的情况下大吼大叫 先让负面情绪抒发掉 再来谈心理复原较为适当 减少因为过度负面情绪 而衍生的犯罪行为 记者邮长婷台北采访报导 新闻的最后 一起来关心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